我是杨景华 然后小明花花或者阿花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从不喜欢自己到现在喜欢自己 我以前确实是非常的不喜欢自己 但是我自己不知道 每天我所谓的不喜欢自己 就是可能不会去问自己的内心 心情开不开心 比如说遇到一件事情 其实我很不想做 可是我为了让别人开心 忘了问自己开不开心 然后我就去做 然后日积月累的发现 自己到底喜不喜欢 爱不爱 这件事情好像变得已经没有感觉 反而只在乎别人的想法 然后我发现这样慢慢日积月累之后 就开始有一点点小小的内心生病了 所以我甚至到 因为这样的状况 然后自己生病了 身体也生病了 然后有一阵 有一年失眠 无法睡觉 到早上 嗯 几点啊 嗯 差不多七点六七点 天亮了 才有办法入睡 但是十一点就是上床 所以我就在床上翻来覆去 然后后来就去看了一个医生 医生中医啦 中医就说 嗯 你的身体确实生病了 但是你的心里也生病了 我想说哇 终于也可以看出这个 因为他就觉得可能在 排解情绪这个部分 我必须要去去了解自己 他说要不然 嗯 心情会影响器官嘛 病情嘛 然后后来他也告诉我这些方式 所以我是从 我记得我是16年开始的 失眠 然后就知道了之后 就开始慢慢的 嗯 调自己的作息 然后开始慢慢认识自己 然后 嗯 开始去 要懂得 自己 嗯 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我可以大声说出我不要什么 对我来讲 我的人生 这一段的变化 切割是16年 后的时候我就开始慢慢的 变得开始喜欢自己 但也不是一天突然就变到喜欢自己 也是经历过 就是要 嗯 去找自己最害怕的事情做 因为你当你 嗯 自己 知道你自己最害怕的是什么时候 你去 面对他 你就好像 打电动 过了一个关卡 你面对他之后 你就可以过下一关 你就 对我来讲好像波云见日 日的感觉 就是 我可以更清楚说 哦 原来 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 很多事情 没有好什么 不说 不的 可能以前的我就是比较没有自信吧 很自卑吧 我觉得可能以前的那个也是 我在想是原生家庭吧 原生家庭 嗯 没有一个 呃 好的导师告诉你 带领你 去了解自己 那我觉得其实 对我现在来看来讲 我觉得也不迟 现在我知道也不迟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他的 呃 时间跟过程 还有 历练是什么 然后 我觉得我现在 嗯 开发比较晚 开发这个智慧比较晚也是 好的 timing 我觉得 嗯 你要去发觉你为什么 你不喜欢你自己哪里 你为什么不喜欢你自己 然后你 最害怕的东西是什么 你要去面对它 我觉得 因为 嗯 我觉得不喜欢自己 一定是内心有什么事情 给卡住了 但你是不想面对的 所以 嗯 你就会 把这件事情 搁在心里面 可是搁久了 它就是会有很多的 会越来越更不喜欢自己 所以如果我的建议的话 我是希望 建议大家就是 嗯 勇敢地去 剖开自己 最害怕的那一面是什么 比如说你最害怕的 那个人 最讨厌的那个人 或是曾经伤过你的 那一个情人 他放 搁在你心里面 他可能曾经对你有伤害了 那或许几年后 可能当下没有办法面对他 但是 一年两年后 你可以写封信给他 然后 对他讲出你当时的 话 然后最后 我觉得 不管怎么样 最后都要说声谢谢你 或对不起你 这样 然后 对我来讲 我觉得是这个事情 这个结 可能在你心中 这个结 就打开了 打开之后 你就会更喜欢你自己一点 我其实最害怕犯错嘛 我其实 如果我 坦白来讲的话 我是一个很害怕犯错的人 然后最 恐惧什么 最恐惧 失去吧 对我来讲 可能犯错这件事情 因为我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我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所以我 所有的事情都要做到满分 你到头来 你还是 只是在乎别人的感受 你没有想到你自己 开不开心 快不快乐 所以现在的我 我不怕犯错 我觉得就算我犯错了 第一 我愿意改进 第二 我相信我也不会犯什么 淘天大错 我一定是犯一些 可能 在别人眼中觉得 是一个 觉得是一个 小case的事情 或怎么样 但我可能就把它看得太严重 因为我太要求完美 我觉得就可以让自己放松一点 然后或许你松一点的时候 你身边的人会看你会多一点可爱 可能就是因为太要求完美 所以就很想要把事情都做好 但如果事情没有做好的话 对我来讲那就是失去 原因也是因为我前面太害怕犯错 所以我是一个要求完美的人 然后我也希望一件事情做好了 我觉得那个就是 一种成就感 可是 其实后来 如果当我每个东西都要紧紧抓 就是被我抓住的话 对我来讲我人生 好像有点太辛苦 那我宁可 犯错 然后 不要害怕失去 就算失去了 下一个 会有更不一样的 东西 会 让你遇见 然后 我现在已经学习到 可以就是 不害怕失去 我觉得完美就是 一定要有错误的点在 在那个完美里面 我觉得 才是 我现阶段觉得 那个才叫完美 因为 不是完美 所谓的完美 不是就是完全都是很干净的 其实如果有一点点杂质 其实它看起来也是蛮漂亮的啊 对我来讲 大家晚安 然后祝 你们有一个 美好的 夜晚 美梦